只因红爹太过于花心 致使尤里天天独守空房 于是为排解心中的苦楚 尤里便将心中的压力 尽情宣泄在牙血鬼身上 然而还为激战几回合 牙血鬼趁机逃离现场 搞得尤里无法释怀 只好打向身边的物品 而另一边回家的真夜 突然遇见本世纪的王 但王不知道真夜的滥事 王表示真夜生的太牙 在未来会变得很强大 与此同时在城市某处 牙血鬼正在袭击人类 好在尤里及时赶到 随即与牙血鬼展开对决 不料仅仅激战术回合 在牙血鬼的一波攻势下 很快尤里被击倒在地 正在这危机的时刻 红爹立马打出冲击波 但尤里依旧排斥红爹 随后充满恨意的尤里 继续向牙血鬼挥动武器 可尤里依旧不是对手 反让牙血鬼逃离现场 这时红爹想上前阻拦 却反被尤里顺势推倒 并抢走红爹的拳冲 紧接着尤里根据声援 立马变身骑士的姿态 再次与牙血鬼展开较量 虽然尤里在前几个回合 一直占据不小的优势 可牙血鬼突然不讲武德 趁机向尤里开枪射击 再加上战骑的副作用 尤里瞬间解除变身 索性在这危难之际 真叶打断牙血鬼的行动 直言尤里最重要的东西 已经掌握在自己手中 现在不需要尤里的生命 然而牙血鬼并不听从 或使真叶动用武力 致使在牙血鬼的心中 瞬间产生对真叶的恨意 并且真叶与红爹的事 也很快传到王的耳中 王表示如果动用魔皇剑 就证明对真叶有爱意 但王的心中不会有爱 另一边在2008年 住在城堡内的三位怪人 正在尝试拔起魔皇剑 然而无论是怎样用力 都无法撼动魔皇剑分毫 并且还遭受奠击的惩罚 对此狼书随即猜测到 魔皇剑会自己选择主人 与此同时主教找到太雅 主教表示与女王的婚礼 是牙血鬼重要的仪式 现在有很多的牙血鬼 都在期待婚礼的到来 虽然生羊现在很无欲 但可以婚后进行调教 片刻后主教找到真叶 直言现在长大的宏度 或许就是真叶的孩子 因为只有这样的身份 真叶才能够赠送蝙蝠 从而让宏度变身月旗 同一时间迷茫的宏度 忽然在路上遇见狼书 随后在狼书的事宜下 两人进入城堡的拦拢 尽管宏度怎样的努力 可宏度依旧无法撼动 另一边生羊和泰牙约会 而生羊终于不再犹豫 并表示喜欢的不是泰牙 但为保护宏度的安全 也没有说出喜欢的人 致使泰牙表面一片祥和 心中却早已是波涛凶远